看一下目前的大盘呢 算有5盘过后跌点有点加速 主要是为每股电子盘 目前跌势扩大的影响 尤其是NESA指数的跌幅 目前看到呢 已经超过有1个百分点 跌快200点了 所以在目前盘面当中呢 包含了在整体的IC设计 然后电子族群里 盘中的压力目前看到 还是有点相对重的哦 不过早盘蛮多的一些跌身反弹股 而且从技术形态上来看 已经有出现了日KDD档黄金交叉 帮您快速扫描一下 包含有华福 爱浦 新唐 宏光 佳能 景硕 世新KY 台阳 微风电一拳 面对整体在国际之间 变数相对比较大 而且这部科技股压力重的情况之下 这些跌身反弹股 到底还适合来进行一个 报股过年的操作吗 如果说在封关以前 想要找比较安全名单 怎么来做进步的一个条件筛选 为您连线请要到的是分析师 许峰璐了 峰璐好 平均各位全部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峰璐我们先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在今天蛮多的跌身反弹股 早盘表现还算不错 因为台积电休息 把空间让出来 让跌身反弹股在今天盘面当中 攻势相较比较凌厉一些些 可是目前五盘过后 在美股电子盘急刹 因为这美国是那些公债 节律律跳升的关系 好像又让一些科技类股的压力 相较是比较重一些些 所以你今天帮大家来整理整理好吗 如果说封关倒数七天 大家想要去抢反弹 抢爆股过年的安全名单 你会怎么帮大家做筛选呢 好 我想其实我看到 今天这样的行情 当然美国科技股 就是会对到台北股市这些 中小型个股 甚至于是科技龙头 连台积电今天也受到影响 那台积电今天的开低走低 其实上市场上气氛 会比较做一个转变 不过早盘我们可以看到 阿易设计都有全面性的一个反弹 我倒是认为晚上的 这个美国科技股的一个压低 影响并不会太严重 因为我只是去看一下 进行美国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又要进行新一轮的一个纾困 那在很缺钱的情况之下 那公债殖利率 虽然有这样子上升 但它也是要反映到 未来的一个升息 但我认为升息的空间 也不会太大 所以我倒是认为 有在台积电压低的过程里面 有这些科技股 它如果位置还很低的话 我反而认为 投资朋友就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我们做股票 不是只做到这一天 或是做到过完年后 那一段时间 股票是可以长长久久的 那我从台积电的一个法说里面 一直在找寻 今天这个盘面的一个重点 那我看到台积电法说的一个重点 就是它看好的还是什么 高效运算 HPC 高速传输市场 其实一直都非常的一个热 这也是台积电在法说里面讲到说 它能够维持未来几年成长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除了车电之外 那当然就是HPC 那我再看了一下 最近在HPC概念股 在今天面有几档非常强 比方说6104的一个创委 昨天就是拉出长虹 今天其实还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强势 早上来挑战210元 那股价现在一段 全面的一个趋势还是向上 投信也是连续的一个买超 外资也是连续买超 那再加上像位阶比较低的 当然爆发力就比较强 像3710的连展投控 这也是传说来跟苹果要作为合作 它也具备有高速传输的一个概念 股价是连续三根的一个大涨 连续两天这个跳空涨停 关键是什么 价格便宜嘛 那位置相对比较低 那你如果再去看到 相关的个股里面 有高速传输概念的 4966的普瑞KY 它股价其实今年 这么贵的股票可以往上涨 那3443的创意 其实也在盘上来进行反弹 6756的一个威风链子 5269的翔索 这些都是今年相对来比较强的 但位阶低 我觉得是今年反弹 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那这些股票其实 我在看里面 大多数高速传输的股票 都很贵 那除了刚刚讲到的 3710之外 比较便宜之外 那其他的公司 都很贵的话 我帮大家再找到一家 这是我们很早 就跟大家报告过的 代号3322的建顺店 大家投资朋友 如果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10月中 跟大家讲 第一次站上季线 跟大家报告 当时股价16块 我跟田园在聊 说它这个股价 因为它也是最便宜的 高速传输概念 结果在12月份 它一波攻击 达到最高31.8 那这次其中里面 最大的关键是 最近它股价也随着 整个中小型股票 我们会回落 可是昨天的一个高速传输概念股 创委开始转强之后 今天带动全面都让商反弹 它的位阶是最便宜的 现在只有23块 但你不要看它便宜 它的获利状况 真的是让市场吓一跳 那它在11月份 有的一个营收 达到4.3 是创了近年来的新高 当时候还公布了 它的一个单月获利 超过1块钱 好 那我们在想 它的整体的毛利率 在做一个变化 而整个的一个股价倾注形态上面 从当时候的一个 一波连续上涨 最高来到31.8 那爆量之后 我一直跟大家讲 爆量一定会休息 休息的第一个支撑点在基线 第二个支撑点 第一个支撑点 应该在基线是最强的支撑 接近基线 它已经先直稳 现阶段的价格 其实就回到哪一天 回到它12月20号公告 它的一个11月的获利 结果之后 1 2 3 三根涨停之后 再创新稿 那这个位阶相对便宜 如果以它去年的EPS 整体来估 假设第四季毛利率 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的话 我认为 应该是有机会挑战 大概1.5到1.8元之前 那这边来看 去年有赚钱 那今年这样整体的一个出货 还有机会持续成长的话 我会认为说 这档个股这边相对位阶比较便宜 反而在高速传输里面 其他个股都已经走到 快要创新高的话 它位阶便宜 价格便宜 空间相对来讲 我觉得也值得投资面 去做留意 好 那风鲁 我今天来帮大家问一档 这个之前我才比较担忧 它有出现了月季线死亡交叉 MCU的指标个股 4919的新唐 为什么会特别点它呢 因为它今天的反弹态 是还蛮关键的 一根长红棒 今天直接挑战的 就是月线 季线 还有半年线的压力区 到底有没有机会 来做一个突破呢 因为MCU整体 你特别讲到了涨价题材 还是接下来大家 报股过年一个选股 非常重要的筛选条件 如果第一季MCU不看单 第二季旺季到来 你会怎么做观察 今天的反弹 能不能够有效突破 过往的一个套劳压力呢 你会怎么观察 好 我想其实它在昨天 外资的大模 就特别针对于新唐 来去做出一个新的目标区 那我昨天在看整体的一个格局 我说到它股价 我们之前 我们跟婷娟就有讨论 前一波10月的低点 115 这边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支撑 结果它这一波最低 其实来到120.5 之后呢 礼拜一就出现大模的报告 就往上走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逻辑 因为股价在位阶 相对低档的时候 然后遇到了一个外资的报告 那往上涨的力道 就会比较强 那今天为什么没办法 持续锁住掌停板 大家就看到了 月线跟季线 好像死亡交叉 对不对 就我们过去来看 这个大概技术分析商 就告诉你 这个长线走空了 但是我们知道 第一季它有涨价 而第一季又是淡季 但它可不是只有涨价的题材 产品涨价的过程里面 它自己本身还有金元代工厂 金元代工厂也有机会涨价 然后它又切入到新的产品 是BMS的一个 电池管理的控制IC 那这个部分的话 电池管理的一个IC 那这个部分其实 是未来长线大发展的东西 那我发现它整的一个发展趋势 完全符合现在 跟未来电动车发展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趋势 电动车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晶片嘛 然后电动车最缺的是什么 是当然它的一个 电池管理的一个IC 这都是长线最会吃香的一个 产业跟趋势方向 那我倒是认为 外资看好它的目标区也没有变 那只不过现阶段它缺什么 缺一个成交量 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上一次公布它要涨价的那一天 是12月20号 当天是供到153块 好那时候所有均线都还向上 如果你只看技术分析的话 你当天当然是全力追进 但是因为它的量不太够 因为它前一波的一个大量区 有来到10万张 这边连一半都不到 只有4万多张 那当然隔天再不供 它就开始往回回 再加上整个市场的一个气氛 信心比较不足 但这一次相对比较不同的是 它在前一段时间的一个筹码 慢慢得到了归属 那相对低档之后 外资在进场 然后同时在今天一根长红 就占上所有均线 所以它今天只要 这一根长红确立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一根穿云舰千军万马来相见 会有更多的资金做吸引 其实股市跟我们平常生活 有点不太一样 违背人性 所以为什么大多数投资民 我觉得股票很难 因为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是越涨越想买 它越跌你越想卖 可是我们一般 如果说我们去买东西 越便宜我会买多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难处 那只要今天这一根 常伙办确立的话 我认为 接下来会吸引更多法人的买盘 而且你看外资昨天也有买 投信其实昨天也有买 我倒是认为 这个市场的一个看法 如果一致的话 往上攻击的速度 应该会不错 我 谢谢大家